欣欣 麻布衣 歌手 不是 五亲戏的专家 看得出来很喜欢换专业 接下来要上场的 就是我们的崔松医生 崔医生呢 从99年开始 就给大家科普心血管的健康知识了 99年啊 第一代听他科普的人 应该已经用不上这些知识了 编剧部的同事们 也不要嫉妒啊 以后我们也有用上的一天 掌声有请崔医生 大家好 我就是那个科普医生 来自上海中医药大学 复出曙光医院的 心内科主任医师 崔松 我确实啊 99年开始 就在电视上跟大家科普心血管知识了 不过现在啊 我转战互联网 干自媒体了 很多人经常呢 就跟我说 快点更新 他们现在已经不叫我崔松了 叫我崔更 在大家的印象当中啊 心血管病 应该是一个老年病 可是现在啊 发病年龄是年轻化 越来越年轻 我最年轻的患者 24岁就犯病 24岁 多么天真浪漫的年龄啊 还没什么心机 就心机梗死了 大家啊 越来越关注心血管健康啊 不仅是因为 它是咱们国家 死亡率第一的毛病 而且因为啊 在生活当中 心脏异常这个事啊 特别的常见 比如说 哎呀 你看到美女 帅哥了 咯噔 心动那一下 你们叫做 小鹿乱撞 我们认为 那是心脏早播 可有些人不一样 他见一个心动一次 见一个心动一次 那我们医学术语 就叫他心动过速 你们叫 渣男 但是偏偏渣男啊 很容易让人心动 我就听见 我们课的小护士啊 哎呀 糟糕 那个心动过速的男人 让我心脏早播了 其实在医学健康的领域啊 男人和女人 还真的不一样 男生呢 容易得心机梗死 而女生呢 容易得脑梗 所以说啊 男人的良性啊 容易变坏 而女人 更容易上头 所以啊 得预防起来 尤其是面对那些 心动过速的男人 有一种说法啊 说喝酒啊 对心脏好 确实有研究发现啊 适度的饮酒啊 可能可以降低 心肌梗死的发病率 不过他 喝酒喝得多啊 还是会造成很多的癌症 尤其是对肝脏不好 不过肝好不好 好像跟我心内科 没啥关系啊 不过这是个玩笑啊 做科普 还是得严肃 其实我现在 最担心的是什么 担心李丹 在最后剪辑的时候 只剩下那一句 喝酒对心脏好 其实相对喝酒而言啊 抽烟对心血管的危害更大 烟草啊 可以直接损害 我们血管内皮 让它变成一个 毛糙的东西 有个小裂缝 这样的胆固唇 就钻到内皮底下 沉寂在血管壁上 变成斑块 变成狭窄 最后心机梗死 可是戒烟真的很难啊 有的患者 前脚刚装了支架 后脚就来问我 医生啊 我还能不能继续抽烟 我说能啊 不过你以后抽烟啊 抽一根 卷个十块钱放回去 抽一根 卷个十块钱放回去 这样你抽一包 就有两百块钱 等你凑满了两万块 又可以找我装个支架了 病人听了以后说 哦 那倒挺烧钱的 不过我负担得起啊 我说你再这么下去啊 下次就是你家人 给你烧钱了 这几年啊 有的年轻人呢 非常的惜命啊 往我们心脏科啊 跑得特别平凡 因为当他心脏不舒服的时候啊 他脑子里就会想到死亡 他很害怕呀 因为人死了 就没法抽烟了 可是有的年轻人 就完全不怕 都被救护车啊 送到医院了 他还在说 我在网上查了 我这病没啥 吃点药就好了 我就在想 你那么信网络 你咋不叫救护车 直接送网吧 咱来个包修治疗 碰到这种情况啊 我就会把病啊 说得重一点 让他能够重视这个情况 心脏呢 才能长久的健康一点 从专业领域的术语上才说 我这种做法就叫做 语重心长 也总有人啊 后悔之前啊 这个生活方式不良啊 觉得自己活不了几年了 其实呢 根本不必担心 来得及 只要你做到啊 咱们世界卫生组织推荐的 合理膳食 适量运动 戒烟陷酒 心理平衡 那么你活120岁都没问题 120是什么概念啊 可以领60年的退休金啊 工作才40年 冲40反60 还是长寿划算 哎呀 虽然呢 这么多年 我说健康的生活方式 说的 我都觉得挺无聊的 大家也听得烦了 但是呢 我还得继续科普 因为但凡只要 有一个人听进去 并且做到了 那就又多了一个 百岁老人 谢谢大家 我是语重心长的 崔崇 谢谢崔医生 哎 这个还挺神奇的哈 从来没有见过 这样的科普的 医生 冲40 送给我 大家都挺高兴的 你们这么爱占便宜 我向崔医生保证啊 我们不可能 那个剪辑掉的 我自己 虽然我经常喝酒 但喝酒真的不好 好吧 朋友们 能不要喝还是不要喝 我们下一位上场的人呢 就是来治愈大家的 就不整这些 吓唬人头 什么悲惨的人生 大家都知道 音乐是 可以治愈人的 但是呢 王勉 上次的音乐 确实给大家 带去很大的创伤 你听我们这个节目 那个团歌了吗 别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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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望今天不要再造成 二次撞伤 让我们有请王敏